中間的橋樑就是你能否生起欣養心 你對它有沒有興趣 如果你不能對它生起欣養心,你對它沒有興趣的話 你知識明了就是明了,它是一門知識,與你完全無關 各位法師慈悲,我是居士大家,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好,大家請放掌 我們今天開示的內容,就到第三卷 第三卷,其實有很多部份 是我們說三個品數 藥草御品、授記品和待會再種的化成御品 其實是成一個段落 在整個第三卷,由藥草御品開始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 佛陀是明講、暗講 我的知見 是最甚深無略 我的知見是救盡世間一齊真理 你不用問別人,你問我就可以了 我現在不是賣花、賺花香 我為了令到你及一切眾生,皆識到於一切之地 即是到究竟列盤、成佛 我為了你們,我將我認識的,我都告訴你 而且我所說的,已經是最究竟 你因為你的根器聽到甚麼 這是你根器的問題 但是不要緊,我會隨著眾生的根性 而給予方便去漸漸道脫 首先我們看剛才種完的藥草御品 如來是諸法之王 我是諸法的法王 我能夠夠盡 我能夠最究竟 我是最高的解脫覺悟 然後他為了眾生,希望他們都能夠解釋到於一切之地 一切之地的意思是甚麼呢 究盡諸法究竟的實相 最高的智慧 希望眾生都能夠去到最高的智慧 其實就是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 無相正等正講 為了令眾生成佛 後面他怎樣說自己呢 如來觀之一切諸法之所歸趨 我知道,我observe 得到 我並且明白到 一切諸法的來龍去脈 亦都知道一切眾生深生所行 請留意,這是兩個不同的部分 在花炎的世界觀裏面 第一他說 觀之一切諸法之所歸趨 其實已經是最究竟的全部 你可以把它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我們叫做氣世間 即是死物的界別 氣是氣命的氣 氣世間 第二,亦知一切眾生深深所行 這就是所謂的有情世間 即是說,這一切究竟的智者 能夠通曉 無論是死物境界 花草樹木等等 我們所謂的physical 空間 氣世間 第二,他能夠令到知道有情眾生 心裏想什麼 前者都不是難 即是如果你讀physics 你讀by all 你也知道究竟它的結構是怎樣 但同時間如來又知道什麼 他知道眾生想什麼 念何事,思何事,修何事 云何念,云何思,云何修 讀過了,不過你不能記得嗎 你問我跟著已經很不錯 而且我記得也很難 讀多幾次吧 讀多幾次你會記得 明白我說什麼 好,接著 知道之外還要通達無外 通達無外就是我完全通曉 無障礙,無難度 想都不用想 由於諸法,究盡明了 是諸眾生一切自為 我們以前說藥草譽 是說眾生根性的問題 佛一陰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 這是最片面的去理解藥草譽品 現在我們說 如果你把藥草譽品 放在整個第三卷 乃至整個《妙法蓮花經》的脈絡去理解 它將會是一個很不同的角色 原因是 它由第二品 所謂的方便品 告訴眾生 你有佛性 你可以成佛 無論你是什麼眾生都好 如果你明白 順受我想講的內容 然後隨著我的方法 進入一佛城 然後修一佛城 你將會得到究竟的佛果 這是方便品講整個《妙法蓮花經》主子的內容 可以吧? 好了 但是你對於這個佛果 能不能夠生起恩養心 是你會不會進入一佛城的要決 我明白 我相信 我明白和相信 只是知識層面 知識層面是什麼 大家讀書讀很多科目 中史科 數學科 你有很多科目 你明白嗎? 你知識層面上明白 但是你有多少科目中所教授的知識 是會讓你願意奉行出來呢? 中間的橋梁就是 你能不能夠生起恩養心 你對它有沒有興趣 如果你不能夠對它生起恩養心 你對它沒有興趣的話 你知識明白了就是明白了 它是一門知識 跟你完全沒有關係 現在大家學佛 往往都是這樣 這是知識而已 聽了 聽了 明白了 然後 為什麼你就各顧各 為什麼你不能奉行佛法 一來你就說是雜氣 我們煩惱很重 業障很重 但是第二 如果你的恩養心是這麼強的話 其實你是會 我們經常都說 眾生的業力是不可思議 但是你的願力同時間也是不可思議 你用什麼去戰勝你的業力呢? 第一步就是你有沒有這種 intention 去跟它抗衡 如果它純粹在一個知識層面上 你根本沒有興趣 也沒有動機要去戰勝它 所以你的業力一定是在駕馭你的 我聽了很多佛法知識的內容 但是為什麼我不能夠處理自己的問題 中間原來我們發覺 我們對於它所說的主子 你不能夠生起恩養心 或者足夠的恩養心 當你有了之後 你就會很義無反顧地 你知道什麼叫義無反顧嗎? 其他事情都不理會 都不想 就一頭再進去 就不斷蹲進去 什麼都不想 它叫我怎樣做 我就怎樣做 你還會不會想 哎呀,我這樣很難的 哎呀,誰誰未必體諒我 你不理會那麼多 誰不體諒你 你說到他明白為止 我因緣不具足 我就儲夠這因緣為止 你想想那麼多 你就不想 明白 知道 然後它現在說白了 以前的人經常說 畫公仔畫到出場 告訴你 我的佛果有幾架勢 我的佛果就是 令我到達至高無上的智慧 我對於世間一切真理都能夠夠盡 包括氣世間、遊情世間 完全通達無礙 可以了吧? 明白了吧? 好了 這只是說他的智慧 當你明白他的智慧的時候 這是第一步 然後我們說 很棒,是恩養的 但是恩養心與自己是否關閉 你就要說到跟自己差不多 好像說佛陀很高、很圓 跟我們有距離 我們如何能夠保持距離呢? 所以在授記品中 我為何要特地說這個授記品呢? 很多人覺得不關事 是純粹協助法花經去講主子 其實他的那種協助 我們可以有分 他是大力協助還是勢力 他的力度非常強 請你留意一下 他為加涉專者授記的時候 他說他將來成佛的時候 叫做光明如來 十號巨足 然後 佛壽十二小劫 正法住世二十小劫 障法亦住二十小劫 再來 國土莊嚴 裡面有什麼莊嚴法呢? 無諸惠惡 無雅力 驚激便利不淨 然後祈禱平正 無有高下 沒有那些山優 全部都是平地 還要是流離為地 寶樹行列 流離為地 我們現在不是 流離為地 然後樹全部由七寶二成 黃金為省 以界道則 散諸寶花 奏篇清靜 其他那些都不說 請留意 我們說 你好像加涉一樣 將來成佛 你可以有超過釋迦世尊 所顯現出來的佛果 是你因爲法願和積累善之良 你有法願 但是你沒有足夠有效的途徑 去積累善之良 其實都是枉然的 如果我們今天可以好好發心 對於無上菩提生起恩養心 渴養心的話 我願我們今天眾經的一切功德 回向諸位 菩提上進 福慧俱增 與眾生同等彼岸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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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即是說 目的是最重要 現在我們欠些什麼呢? 不是雙品化 我們欠的 只不過是教育著那些用家 他怎樣是用的方法用得好 且且幫到他獲得最終 和最大的利益 這個是一件事 而第二件事 我們覺得為人救病的是什麼問題呢? 就是 其實現在眾生 額高受低 正在運氣 請 patch 準確 為人吸收到 一件事 非常方佛 為人 不盡 招待 已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